3月16日的中午 他还在对劳动部官员急言立色 刚刚私底下问了署长 你说公共工程所有的这些营造公司 你们都有去做安检的动作 我告诉你 你如果不是在说谎 你就是在胡说八道 不然你就是睁眼说瞎话 不过到了3月16日的晚上 这位单身已久的民进党员 著名美女立委 就收起她当立委的面具 与一位身高直逼190的帅哥 一起晚餐和逛街 白天再怎么累 晚上还是到了凌晨2点多才回家 剧本刊调查 与陈寅约会的帅哥 是已婚也有小孩的原住民 桃园市议员林志强 当天晚餐她和陈寅约好 在大安路的火锅店 先到的林志强在门口抽了几根烟 当陈寅出现时 一脸酷样的男主角 瞬间变暖男 露出灿烂的微笑 不过平常人称公主的陈寅 仍然很高冷 嗯嗯点两下头就坐下了 而林志强就像个男佣一样 很称职的帮忙弄个菜啊什么的 两个人共进晚餐到晚上10点 吃完火锅之后 就一路从大安路走到复兴南路 然后我们的公主跟男佣 啊不是 是立委和议员 似乎为了要避嫌 就这样若即若离的走着 一直到阴暗的骑楼 男女主角才并肩而行 这时公主突然一个move 进去逛药妆店 一逛就是20分钟 男佣则乖乖的站在店门口等 顶多抽根烟提提神 陈寅从药妆店出来 又晃进一家服饰店 这次男佣决定跟进去陪逛 两个人挑一服挑的好不快乐 出来时大包小包 自然也都是由男佣霸气的提了 其实陈寅与林志强的约会 不只有16号这天 从3月9日到18日 这10天就被本刊直击4次 林志强告诉本刊 她是议员 也是陈寅的助理 陈寅则告诉本刊 林志强是她爸的义子 我曾经怀疑过 也跟她谈过了这些问题 对 因为她就是说 工作上的关系 靠 你们真的搞得我们好乱啊 反正意思就是 林志强不是男佣啦